她是让无数旅行者 魂切梦绕的心灵归属 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人 我觉得四千人吧 五千人吧应该有 她变化莫测 透人心血 不不动心 我带你吧 不会很兴奋 你不知道下一秒钟 你会看到什么样的动物 它会离你有多近 不不动心 寻梦一本 马上播出 敬请关注 世界很白 不不动心 说走就走 漂亮出发 欢迎大家收看 全国首档心灵喜怼 今晚旅行节目 谢谢你 谢谢不不动心 我是小石哥 大家好我是曹毅 首先要感谢的是 Smiling for Tomorrow 明天好 西山展新美人院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和成都问道 公关策划 有限公司 对我们节目的 独家品牌 展新交 谢谢你们 是的 本周我们要去到 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是个 抑郁风情 而且很多的旅行者 把它作为圣地 对 除此之外呢 这个国家 它这一整个国家 它的海拔跨度 非常的大 也就是说 你走到每一个城市 它给你的感受啊 玩法啊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你也可以感受 这个宗教 给你带来的魅力 也可以感受这个 各种冒险 刺激的户外运动 给你带来的这种刺激感 而且当中我们 这个嘉宾有一段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 棒了 我们说了这么久 还没有告诉大家 这是哪里 这个地方呢 叫做尼泊尔 其实呢 我是不适合去这样的 旅行国家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去的话呢 我就希望 每天都不上班啊 出去玩家 你说对了 这个地方真的就有什么好玩 所以问题也就出来了 在这个尼泊尔365天当中 有多少天 是法定的节假日呢 300天 怎么可能 开玩笑了 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 就用手机编辑了 是的 当然在这里呢 要感谢华卫商旅 尼泊尔专业地界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了 OK一起去尼泊尔 位于喜马拉雅南路了尼泊尔 北邻中国西藏边际的高山地区 东西南进印度接壤 800公里辖长的国土内 从世界最高峰 珠穆兰马峰 到海平面 只有70米的热带森林 全世界再也找不到一块土地 孕育如此独特的自然环境 只有在尼泊尔 这里有超过61个民族 70种语言 300多个节日 更有超过三亿未神奇 这里被BBC评为一生必去的 十个国家之一 被孤独星球 评为全球最具价值旅游胜定 这里就是尼泊尔 可提到尼泊尔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 穷游 徒步 背包客 对于户外旅游经验不足的人 未免有些望而生畏 那在尼泊尔能不能找到一种舒适 省心 又能真正了解当地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呢 寻找答案 好吵 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人 我觉得4000人吧 5000人吧应该有 刚才都还是屏蔽 现在真正的进入雨林的感觉了 步步动心 我在尼泊 本次步步动心 由宝卫商旅尼泊尔专业地坚 全程安排 除了传统的团队友 还能根据个人的需求定制行程 有20年针对国内游客的基带经验 也让你的旅途更加省心 从成都直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只需4个小时 去城强烈建议坐在右侧靠中的位置 因为在飞机上 你可以一睹朱姆朗瓦峰的雄伟景色 当教科书上 那个声音数字所代表的世界第一高峰 真正出现在你眼前时 那种心肠澎湃的感动 才真正开启了这段神奇的旅程 首都加德满都 无疑是一窥这个神秘古国的最好入口 无疑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这座千年古城 除了是全国政治文化经济交通的枢纽 位置也正好在全国的中心点 气候温和 青山环绕 尼泊尔历代王朝在此兴建了大批庙宇 佛塔 神龛殿堂 形成了寺庙多如住宅 佛像多如居民的奇特景观 究竟我们在江南满都的第一站 会是在哪里呢 佛像现在去的那个就是有眼睛的 世界温暖遇产里面其中一个 食言天生妙 Namaste Namaste就是 Namaste是尼泊尔的大招呼 您好的意思 就嘴巴Namaste 这个不礼貌 Namaste 头要稍微低一点 Namaste 这个是有礼貌的 就是您好的意思 各位欢迎来到这个 尼泊尔加德满都的最大的圣地叫 寺言天生庙 我们尼泊尔话叫 索言不纳特 然后上去了 上面可以看到两个眼睛 一个温厚一样的 两个眼睛代表就是佛陀的波瑞智慧 然后中间一一样的 看起来温厚一样的 他意思就是 这个菩萨他们成佛以后 一切都知道了 没有什么问题的代表 然后一的意思就是 佛陀说 所有的都是平等的 没有二 四眼天神庙 为加德满都郊外山顶上 鉴于公元前三世纪 是亚洲最古老的佛教圣迹之一 言气而上 常会看见成群的猴子 所以 这里也被游客称之为 宏庙 阳光下 金帆飘动 香烟鸟鸟 更有绝佳的视野 将加德满都全貌 金收眼底 无比惬意 可能对于朝圣者来说的话 这边是他们 朝圣的一个圣地 但是其实对于像我这样 第一次来到加德满都的人来说 这里就是我对加德满都的 第一个印象 可以这样看过去 所有都是密密麻麻的 各种颜色的小房子 没有我们平时包围我们的 那些摩天大楼 这样金收眼底 这样看到的话 让人突然就很喜欢这个城市 很想走到里面的 每一条小巷子里面 去看一下 去感受它 可若带了加德满都 我们究竟该从哪里开始呢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却听到了熟悉的香音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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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了 三天了 谁是第三天 最开始我也还是想要刷刷的呀 因为他们是房家嘛 我是去吃桌 不想做的 不吃 享受啊自己 太累了 就这样子 这地方人还不错 人文那些 人文气息那些很不错 今天那个都被本地人 请到那个 他们无头去做K 这边人都 明峰很不错 明峰很不错 这边 很好K 这边的人 还有吗 原来 没有 想不错 幼灵拍拎 曾写道 第一次去尼泊尔 是为了那里的山 再去 就是因为那里的人 尼泊尔人究竟 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我们决定从人 开始感受尼泊尔 经验丰富的导游告诉我们 体会尼泊尔人最佳方式 就是参加当地的传统节日 可你能想象吗 在尼泊尔365天中 就有300个大大小小的节日 我们在尼泊尔的六天时间里 竟然遇到了三个不同的盛大节日